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芒響編輯》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3月23號星期二的 還是早上時間 早晨早晨 這次有我許樓山 還有我們的加拿大加襯生 各位網友好 還有馬來西亞的全能戰士大馬Sir 馬來勁 各位網友好 報章熊仔餅真BC 你好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好了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樓下言最重要的就是訂閱《芒響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香煲、沙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這次回來輕鬆些說一些過癮的事情好嗎? 當時這幫泛民47友被控串謀顛峰國家罪 很多都叫他們要去還押等候審訊的 是不是? 當時一開始說這件事出來 又哭哭哭忽 又說有沒有搞錯啊?又說要去無止境運多久啊? 他們這麼快就要去坐 還要叫他們去清除 這個呢 這些網友都說了 在這些留言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的留言 說了一句很對的 中瓜也得瓜 中豆也得豆 你們呢 慫恿了這麼多人 推了這麼多人去 出來所謂的叫前線啦 等人們去到被捕啦 不同形式 種種 淋淋種種 什麼都有 那他們坐穿路了 社長說實在 坐穿路 他們坐爆了那個勵枝閣的區押所 貴妃國 貴妃國 連竟然最贊成貴妃國的兩個都要分道揚標 就是快必和慢必 陳志全去了赤柱 另一個譚德志就繼續留在他的根據地 貴妃國 就是本來在荔枝閣的貴妃國的新的貴妃國 就是荔枝閣 譚德志在那邊 兩個分開了 不要緊 沒得一起奸巴爹 但是各自各都有他們的精彩人生 你們坐爆了 又不想你們太迫 那個生活空間那方面 你們又想要安排有一個獨立倉 那就好了 當時又呱呱吵 又說沒有自由還是怎樣 但是呢 又哭哭哭忽 楊岳橋又哭了 我媽因為我得到自豪的 因為她是大律師又這麼聰明 這麼年輕就做到公民黨的黨魁 這麼年輕就成家立室 又哭哭哭又說要出去 又說這樣那樣 又掛著媽媽又怎樣 沒關係 你媽媽都搬出來幫我搬的話 其實不要看你們所謂的以家庭為理由 作出一個保釋申請的 但是都不會考慮這些論點 好了 眼淚過後呢 她抹乾淨了眼 我們都說了 楊岳橋的人生更精彩論 就是對於她們那幫東北那些年輕人的時候 什麼案底人生更精彩 原來她終於在這個區押所這段期間 她終於體現到她那種人生更精彩 我們其實是不是怪錯了她呢? 不如我們講一下現在她在裡面的情況 我們才去分析好嗎? 好 其實很多人 他們吃人血饅頭 再吃人血饅頭 為什麼呢? 當時這班人很喜歡吃人血饅頭的 現在他們全部進去了 就成為了人血饅頭 現在邵家樽就反世 再去吃他們這些人血饅頭 邵家樽這次就成為了這一局的勝利者 在金錢上 我們有機會再講一下 出了一篇文章 場內的楊岳橋 意志如此強大 意志力串透了金 這個很長 是不是堆穿牆? 是啊 阻不了 印證了楊岳橋所說 她們的靈魂 鐵槍是禁不住她們的靈魂的 她也禁不住 原來一聲嘩了 禁不住她們的意志力串透了 讓邵家樽感覺到 她說什麼呢? 她說已經慢慢適應了裡面的生活了 她說她早上起床做什麼呢? 人生真的相當精彩 其實很多香港市民都未必可以的 她說一早上起床就拉筋啦 拉筋排毒啦 接著就吃早餐啦 然後呢 就貼信紙啦 接著就差不多中午的時候呢 或者中午之前呢 就有人來探監啦 探監聊聊天啦 之後呢 探監聊天啦 就做掌上壓啦 之後就吃午餐啦 吃完午餐就看書 看完書呢 就寫信 寫完信之後呢 哦 原來已經是夜深啦 她說一天又一天啦 哇 厲害啊 很充實啊 是啊 很充實啊 接著就說她讀書都讀得很快 三爬兩撥就看完一本小說 那我們之前呢 都經常救命過的 還有社長都有說 哇 你這傢伙呀 沒有單開的 三爬兩撥就搞定這本蛇貓雞咧 蛇貓雞咧 未必過啊 看完再看的 看完再看的 因為可能要在某些頁數 要停留回這麼一段時間 是啊 她沒有說過和那些肉有 她裡面有很多肉有的 是不是 以前的 她好像沒有提過的 另一個就有提 我們一會再說 好不好 厲害啊 我們說回為什麼她跟律師沒有開一個零單 不是零單妙約 是零單律師 為什麼呢 她說原來她自己已經不想再看有關法律的書籍 哦 這麼奇怪啊 是不是 你以後就沒有東西去做的了 你還不想去做律師 現在 她還不可以做到律師 進去坐了 她那個律師牌其實都不受影響的 這個要補充先 但是她說竟然她不想再看有關法律的懼住 因為其實有些法律書籍就是這樣的 可能是一些大法官 例如英國那些大法官那樣 他們退休之後都會將自己法律的生涯寫出來 可能對於某些她自己比較深刻一些的案件 她也都會用另一個角度 判詞以外 另外再寫出來 其實是挺好看的 有些就是 我們有機會也可以再分享一下 其實英國有一位 她本身她就不是文科出身的 可能讀數理 科學那方面的 她後來才讀法律 甚至乎之後就做了這個大法官 所以她的判詞對於理性和邏輯那方面 是寫得特別嚴謹 特別精彩的 有機會可以再講一下 我剛才說 我初初以為你說 一位知名人士臨作 因為臨作以前的讀數學 後來才讀法律的 嚇我一跳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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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是英國的法官 好了 又說她做掌上眼的方式是怎樣呢? 50下 40下 30下 20下 10下 很快就做了100下了 然後邵家長就說 希望重建天日的時候 可以福基 即有福基 她說還有 她每天在裡面都會看《蘋果日報》的 由頭看到尾 連廣告都混合了 她說這樣就覺得對於世界大使的掌握力會相當不錯 哈哈哈哈 但我實在因不自然 糟糕了 糟糕了 你 糟糕了 你竟然看《蘋果日報》就當能知天下事 那你都可謂 所以為什麼肥佬黎這麼成功可以住在那個 那個荷文田大宅呢? 就是這個意思了 他們令你覺得首執一份《蘋果日報》就能知天下事 你仰慕陶傑呢 就是有國際視野 哇哦 馬上打冷陣了 那跟著她就說 睡覺的時候她選擇睡床 就不是睡地下 就說 因為單人倉間 誒大哥 這樣說 睡床的東西都拿出來說 你不是啊 很正常的 正常的 不知道睡地下有什麼原因 會不會是把床有東西咬 還是怎麼樣 這個不得已知 我身上膽 可能睡地下會不會涼一點呢? 哇 第二天會變成痛了 今天那些寒氣入筋骨了 是 那可能當自己好像楊過那樣 就是為什麼姑姑叫她睡寒浴床呢? 就是因為你要不停的運工 你要對抗著那些寒氣 那你出來 你睡得多寒浴床 那樣功力大增了 然後說 天氣還可以啦 不是 天氣也還可以啦 不是太熱也不是太冷 跟著很搞笑 邵家真的就幫自己抽水 他說楊過橋就十分多謝他石牆花的支援 說認為呢 他們的工作就很到位 即是那些衣包 政治衣包 那些食物 等等等等的 原來陳日君都有不時去探訪他們 他說 楊過橋就說自己沒什麼信仰的 不過呢 都不想輸機這麼辛苦 就叫他不要這麼粗魯 你沒有信仰都有機會可能要下地獄的 這個 你做很多壞事 那好吧 我們繼續要講一下 另一些呢 他們的生活都好像相當不錯 就是范國威 他就和這個長毛 長毛當時又說有什麼心口痛 記得嗎? 就是上陣的法庭 心口痛 吸著氧氣罩送進去 那好吧 那范國威和梁國雄 終於想到在區押所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怎樣令身體改變過來呢? 就是 原來他們好像有點像武功秘笈 就是武俠小說 監燈先生 他們說就找了一本書叫做 《孫童拉根解剖書》 那他們兩個就照著這本書去練 有點像練洗水經 逆根經 逆根經 是不是 當時當逆根經 現在呢 范國威還有呢 因為他懂得畫畫嘛 那他畫回當時呢 長毛 和他自己呢 用什麼姿勢來練 那他畫在監督的場上嗎? 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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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寫信的嘛 那他們在信裡就畫了出來 就是畫出來他們練那個動作是怎樣 啊 要小心點練喔 變成什麼練九陰真經的那些 那不麻煩 隔劍一下 被棍那些姿勢嗎? 那都不是的 他們拍他們怎樣扭一塊 扭來扭去的那些動作那些 那都OK啦 挺健康的那些 兩個男人一起扭來扭去? 可能要幫忙輔助那些 會壓得好些 大家有沒有去過印度那些去學瑜伽? 哇 那些真的厲害很多的喔 他們真的整個 他們那些 教你瑜伽的那些呢 他整個人是踩上你那裡的 哇 不理你那麽多的 最驚人的地方呢 因為他們是習慣不穿鞋子 就是可能這條街出來 這條街回來都是赤腳的 就是你會發現他整個腳來踩上你那裡的 到現在呢 有機會再講一下 那好吧 說回胡志偉那樣 他又繼續寫了一些無厘頭的那些 鼓勵香港人喔 不用了 你給香港人的反面鼓勵 已經相當之多了 只要自由、平等、人權、發展 這些就是他的一生目標去行使 他說這樣他的光明就必定會再燃和 現在呢 胡志偉啊 他都說自己是印證了楊岳橋的說法 他說這個牢笼啊 只是能夠困住他的軀體 鎖不住他的意志 大家也都 不過其實呢 我不覺得有什麽的黃友 在外面感受到胡志偉的意志 來到再繼續做些什麽什麽的那些 好像異議 胡志偉 他說他有沒有出來的 我相信都沒什麽人會理他 哦 是的 出來不出來都是一樣的 我們最後也要講一下 到陳志全了 他說竟然在赤柱得到一種滋潤 那為什麽會是滋潤的 當然啦 那一定要聽一個廣告了 是 好 洗澡 搭骨 出名正 不說都知道 貴妃夠了 嘩 我又有甚麼黃馬柱 我終於發過工程吃開 嘩 真是正啊 很漂亮 嘩 衝光 臨遠感到真是 正也真啊 嘩 我已經充滿力量了 哦 原來你們都去貴妃格桑拿的 嘩 這樣就不哭了 唉 真是呢 當年他講的羅馬柱就沒有了 赤柱就有你份 現在他在赤柱裡面說已經適應了那裡的節奏 他說為什麽會得到滋潤呢 他講那些什麼 男男女女的那些呢 就沒有講了 他就只是講了 平時會重驚啦 看書啦 看信啦 還有唱歌 還有一幅信 噢 咦 是不是唱那些 爽爽的那些 嘟嘟嘟嘟嘟的那些 唱那些歌 一邊洗澡一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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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他說呢 那就感謝大家寫給他的信和歌詞啦 形容呢 就算是一兩 寫一些貴妃國歌詞 是不是猛偽寫給他的呢 可不可以寫這一段那些廣告的那些script給他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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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在那裡做嘛 他說呢 就算一兩句鼓勵 都能夠滋潤他在船上孤直的日子 船上的意思呢 原來他們所指的叫做欲中磨 因為他們開始有些人呢 其他的囚犯都教他們怎麼開解自己呢 就不要說這裡是監獄 這裡呢 你當是一艘船就OK的啦 你見譚德志那些呢 原來啊 姦巴爹呢 姦巴爹應該是D字 D字來的是不是 D字發音啦 他現在變成姦巴Q 為什麼姦巴Q呢 因為原來他已經學會了一個心法 就是叫做阿Q精神 所以叫做姦巴Q 為什麼叫做姦巴Q呢 那叫做姦巴Q呢 他說要開解自己 要有一種姦巴Q精神 就還押的時候呢 有人來探訪你 都是一個值得開心的事情 又有吃飯食 要跟自己說一切都不是太差 要再想一下 師飯根據我們之前說 12000元一個月 人民力量 我可不可以給他們那些呢 幫幫他呢 應該都有吧 譚德志 12000多元 不是啊 譚德志可能便宜些 因為 袁家衛為什麼要12000多元一個月呢 就是因為它赤柱 sorry 那個羅湖裡的 羅湖裡的太遠了 那個地方 你想想 Woober Eat那些Food Panda那些 你送的地點越遠都越貴了 是不是?就是這個意思 那為什麼呢?他一想 哇 鹽田十二那些不就更慘? 他覺得自己已經是相當之好的了 他已經深刻的反省了 他已經住得久了 那個暴淚那方面應該都沒有以前那麼瘋的了 可能鹽田十二那些比他們好 可能是 可能有炒河粉那些麗灣艇仔粥都不行 他們現在看到他們適應到的生活 之前那些什麼文宣又說到他們很可憐 又說什麼沒有自由 還是怎麼樣? 一得就可能有一失 一失可能也有一得的 即是長毛 范國威那些 可能本來他們都沒有這樣的時間去所謂叫做練 本來在外面的時候 都未必有這樣的時間去練習瑜伽 讓自己的身體會好一些 就是練習洗水經 易根經 和子宮那些什麼都好 現在你還有機會 一小哥叫什麼再坐一會 就再坐一會了 是不是? 是啊 有時候人可能你未必 像楊岳橋那樣 他可能有很多書 他那時候都沒想過要看的 現在有時間就可以慢慢看了 等於這樣 原來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其實我看了第五集 我之後都沒有時間再看 一直都放在那裡 當然啦 不希望像這樣的情況下才看 或者可能有機會 總共有機會再看 不過有些事情的 緣份未到 你就未必有機會去看的 緣份到你就會去看 你說好像很佛體什麼什麼 不要緊 就是這樣 可能那個黃奕的 有些小說 你都是等他 咦?他走了才發覺 咦?原來那些小說都蠻好看的 尋巡記快要有電影版 又會再上了 可能你看完電影版之後 你會再看 本來圓著的尋巡記過去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因為電影 電視版 你看電視版 可能你比你看小說版還要久 你看小說版可以看得快一點 不如我們這次先講到這裡 好不好? 有機會再講一下 拜拜 拜拜